把資料打開,打開的話,基本上你直接解壓說,這次好像我發現沒有亂,要不然你拿上個禮拜的檔案其實也可以 打開之後的話,做一件事,就是針對綜合練習的部分,把這個地方的手機號碼把它產生出來 這邊底下有一個提示,如果你要完成這樣的一個手機號碼的話,你必須用三個必要的一個,第一個是串接符號,第二個是REPD函數,第三個是LEN,把它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手機號碼 這個規則的話,基本上就是前面一定是09,所以當然如果你不知道公式,早期應該是直接KEY,自己KEY有沒有0911,然後一槓,一個減號有沒有,然後084 84的話,前面還要補一個0,也就是這個地方要維持3,3個字,然後後面的部分叫莫碼,莫碼一樣,所以補兩個0,然後再加一個7 OK,那當然一樣的道理,如果你假設用人工KEY去KEY這個資料的話,KEY一筆,KEY兩筆,可能KEY個幾筆還OK 但問題是如果假設這個資料量可能有破萬筆的話,因為現在電信公司的會員絕對都是幾萬,不是幾萬,幾十萬,可能上百萬用戶的 所以如果資料這麼多的時候,你絕對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去KEY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必須要利用一個公式,這個公式串接完之後呢,當然裡面一定會有AND,R-E-P-T-L-E-N 那會得到我們最後的手機號碼,所以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優標一定要一樣放在14,上面的點一下,點一下資料編輯列,等號的地方要輸入09 那特別是09是一串文字,所以記得前面一定要加一個雙以號09 再加一個後雙以號,OK,表示說它是一個文字 那你說文字跟數字有什麼差別,如果你假設一個數字09,那如果是數字沒有0開頭,所以0可能會被去掉 然後後面加一個AND符號,AND符號是說我後面還要串接什麼資料,我要串接一個11,所以0911 所以點它,它就把這兩個串在一起,那你打勾看看,打勾,有沒有看到0911 那這個公式還沒完成,所以請你在後面的地方再點一下AND什麼,一個減號 那減號的話一樣是一個文字,文字的話前後一定要加雙以號,這個是固定規則 然後一樣一個減號打勾,有沒有看到0911減號 那後面當然AND,AND什麼,AND這個084 那你想說如果084的話,是不是先串一個0 然後再串一個什麼AND,然後再串一個84 那如果你這個公式這樣子把它完成,打勾,這邊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把它這個向下填滿的話,你會發現 底下好像本來不應該加0的,我也把它加到0 那本來應該是三個字是對的,結果變成多一個字就不對了 所以顯然剛剛的公式是不正確的 也就是說你不能夠自己手動補幾個0 那也就是不能手動補0,那怎麼辦 要根據什麼來補0呢 這個地方就是它提一個提示,就是REPT加LEN 重複幾個0是用REPT是沒錯,用REPT重複0 那LEN的話是做什麼,LEN是算裡面的字 那裡面的字的話,如果假設我用LEN是算 把84這個資料丟給LEN來計算幾個字 它回來應該會得到2 那2的話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補一個0呢 那其實這邊可能會需要繞一下 你可能必須用一個數字3,3-2的話 那等於得到的答案就一個啦 所以就是得到補一個0的這個結果 所以假如說我希望用REPT加LEN來產生剛剛要的公式的話 這個可能稍微比較難一點點 我把這個後面的公式先delete掉 那end後面的話就不是加一個0,而是加一個REPT 所以之前我們是直接插入一個函數嘛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我們用插入的好了,插入一個 這個end後面再點一下插入函數 那我再把REPT這個函數加在end的後方 所以你往下找REPT 那REPT就會自動幫我把它加在這邊 那它會問你說你要重複什麼字,重複0 所以記得前後雙引號加一個0 那重複幾次的話呢 那其實就我剛剛講,用3去減 3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就自己打好了,LEM比較簡單 LEM的話就算幾個字 錢瓜糊之後再點一下這邊 幫我算一下這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 算完之後兩個字嘛 所以3減掉2等於1,那就幫你補一個08 OK,好,按確定一個0就出現了 再後面呢,你再加上and 然後把84這個字加進去 那你會發現喔,它就會隨著什麼 隨著這個次數,而去幫你補上0這個字的次數 所以底下如果,這邊假設三個字對不對 那如果這一個喔,它會直接算完3 3減掉3等於0嘛 0的話意思是不用補0的意思 所以喔,假如按照剛剛的這個做法 我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底下的數量喔 就會變成剛好是3個字了 OK,所以喔,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但是這個公式還沒結束 你想說,那老師這邊不是還有一個 這個7,那應該在減007嗎 欸,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呢,要直接喔 再把這個後面的公式放到這個尾巴的話 那因為它的公式其實跟什麼 跟這個滿像的,有沒有 所以它應該是從哪邊 從那個and的減號有沒有 一直到這一串,就是從這邊 則是這一個 那當然你可以 假設啦,你要簡單一點的話 是不是說你不需要重複做了 因為其實後面那個末碼做的事情 跟現在這個其實是幾乎一樣 差別的地方不一樣在哪裡 主要應該是這個地方 裡面不是一個G4 G4 那指的是這個儲存格嗎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G4 跟這個G4改成H4 那不就OK了嗎 所以最後如果說你還要再補上尾巴的末碼的話 那很簡單,你就怎麼樣 把剛剛講的這個and這邊開始 and減號對不對 然後再到重複的數量 把這一段公式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G4的尾巴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打勾啦 一定是錯誤 因為會變08 不過你就是直接把這邊的G 改成H就好了 意思是說指到哪裡 指到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然後也把這個改成H 這樣的話打勾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 它就會是084跟007 那下下填滿之後的話 答案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 你只要做一個公式之後 Excel裡面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直接在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上面的公式 直接複製到底下去 所以下面的部分就全部完成 也就是說如果你底下有1萬個會員的話 也是瞬間就完成了 OK 所以有厲害的地方是 你只要把這個對應的公式打出來 它就可以很快的把一樣的事情全部做完 哪怕它現在是幾百萬筆 也都在瞬間就一次就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公式試著打打看 當然有同學可能會 這個公式太長的話 你如果怕記錄太起來 你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 白板上面其實有答案 所以你可以在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裡面 的第幾頁呢 我上個禮拜好像有 我們是講到這邊 你可以往下 找一下這邊 這個應該是 在這邊 我剛剛打的公式 在這邊也有 就是這個 OK 很長一串 在雲端白板第三頁 畫面先畫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慢慢要習慣 第一個你要找到範例檔 第二個的話 你要知道 我的公式放在雲端的哪個位置 那你就上課的時候就照著操作 反正就把那個公式學會 第一件事 第二個的話 一定要熟練 除了會之外 你要能夠很直覺的 把一大堆公式打出來 這樣子的話 才算是 這個 學會 這個以色額 函數 所以請各位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把它練習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熟練的話 那以後你的工作就輕鬆了 為什麼你看到東西 馬上可以把這個答案馬上做出來 你就不需要在那邊 花太多力氣了 所以上班 解決這個資料問題 就會非常簡單 好 那試一下把這個位置完成 所以這就怎麼 fulfilling 躺完整 便宜 裏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